我们村的大夫又来给牛蛙挂钓瓶了 然后就是他受伤的时候不是呢 我用那个云来被给他喷得起了泡了嘛 今天大夫说把那个泡给他处理处理 然后就是好愈合 我们来看看看一下 疼不? 疼不疼? 不疼 那就是瓜椒这里现在就是我们感染啊 没有感染的就好 只要烟消的好 现在大夫把那伤口上面那些死皮取掉以后 利于他伤口的愈合 然后给再上药 上了药之后再打钓瓶 打小炎药 这样的话就耗得快一些 只要伤口没感染就好 我们害怕在屋里感染了 است鸡肉 中火烤生母 就用锅炸饼 炸了几年前了 对不? 今天锅炸饼 今天锅炸饼 已经锅炸了几年前了 第五千元 哦 今天第五千元 好 再加烤饼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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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我们 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 大爱的海哥 我们每次遇到事情 我哥也就是 海哥他第一时间 请身而出 来为我们朋友解栏 真的海哥对我们 不是亲人甚是亲人 一样让我们 倍感的微软 还有就是 广大的网友们看到我们的视频 都纷纷的给我私信 问牛娃的伤怎么样了 还有 王哥呀 君哥 楼哥 你武汉的干妈 好多好多的朋友们 都打来电话 都在问牛娃的伤 究竟是怎么样 而且大家都给我们 捐了钱 我还收到了 陆陆续续收到了 好几位热心的网友 给我发来爱心红包 在此我给牛娃 谢谢海哥 海嫂 王哥 君哥 还有楼哥 所有所有的 广大的爱心 网友们 谢谢你们 感谢大家 还有就是 请大家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牛娃 让它尽心地养伤 尽快地康复 好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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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